这个老师笔记本的电池完全不行了 准备把里面的电芯自己动手换一下 这种笔记本里面 电芯都是1860的 通过串列和并列的方式 组建而成 毕竟早期的这种电池 它湿电不会锁死 所以更换电芯也是一个可行之举 电芯准备从这上面拆 这是一个电动工具的电池包 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新的动力电池 电池准备好了 我UG买了一个点焊机 这种点焊机早就想买了 它也是用电池供电的 给大家看一看它的参数 工作的时候 最高收入电源4.5V 但是它的电流达到了 650A 也就最高收入电流是650A 它还有一个收入电源5V 电流是2.4A的USB接口 也就是说平常可以给手机充电 就充电源使用 电池容量是11000mAh 在充码电的情况下面可以给我的手机充两次电 来测试一下它的点焊效果吧 这是点焊比 硅胶软线 直接插进这两个点击孔就可以 开机 参数设置界面 现在好像是反的 这个显示的界面正方可以调节的 也就是方便我们在点焊的时候 正向反向方式都可以 我还是把它调过的 这边看上去方便一些 里面具体参数调节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看一看它点焊的效果 它一共有80个档位 最小要调节幅度是0.1 现在我手头拿的这是1.2后的裂片 卡一下 0.1对不对 把档位调到4档 大家看效果 大家看一下焊点 焊点比较宝马 没有发黑 也就是说它的电流刚刚好 把这些剪下来 大家看到没有 把裂片拉下来的时候 全部破了 也就是说焊点全部破裂 所以说焊接效果已经达到了要求 我们把档位调到7档 再来测试一下它的点焊效果 把它的连点字数设为3次 然后再改为一次 我们点焊进行对比 再来看焊点 这个4个焊点很宝马 但是稍微有点发黑 也就是说在点焊的时候 电的稍微大了一点 所以 这0.1的裂片 用4档就足够了 我们根据这种实际情况 7-9档 点0.2的裂片 应该没有问题 再拿一支1860电子试一试 焊了4个点 很牢固 并且上面的焊点大家对比一下旁边的 它点焊出来的效果 和旁边这些 这种专业点焊接焊的效果 可以相媲美 把自动点焊改为手动点焊试一试 点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手动点焊没有自动点焊方便 每次需要按一下才能点 测试总体感觉还不错 消息是没有呢 我把这个电池拆开 然后再把电池组装 焊上去 我再把这一个 拆解焊解的过程 再详细分享给大家 也就是说如果你家有那种老式的笔记本 或者其他的一些电器 里面的电池不够用了 或者 已经 刷解的不行了 大家也可以按照我这种方法 去更换里面的电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分享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